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想和大家讲讲 10月9日我们会举行手机号码吹旺恩怨的广告 是女士专场 有美女的风水企业顾问Jes Chan教你独闻秘技 如何以手机号码计算桃花吹旺恩怨的方法 即是你旺 如果你计算了你是旺的便旺 不旺的帮你吹旺它 令到恩怨自己会走上门 用手机号码人人都有 当然我也会讲讲求偶的心理运约和必性术 详情可以看看文字的介绍 10月9日手机号码吹旺恩怨的广告 女士专场希望可以见到你了 今次想和大家讲讲生意的问题 什么生意呢? 当然是配对公司的生意 和很多单身男女有关 你生意有关什么? 不是,我告诉你很有关 因为你用配对公司去找对象的话 你应该都想知道何时配对公司是最好的生意 那为什么配对公司这么好的生意呢? 有关于你呢? 好生意的时候 即是说会多些会员参加 多些会员参加就代表什么? 发表大家多些选择 发表大家多些机会去找对的对象 有些行业 旺季去光顺就不太好 人多 例如最近中秋 食肆就不太旺 家庭聚会 朋友聚会 说是限聚令 但是如果打了针 安心出行做好了 C区D区 好像是10人 5至12人都可以的 但是人多呢? 旺的嘛 人多旺的时候就嘈杂 嘈杂就难聊天 难溝通 跟旅游景点一样 旺季去很多旅游景点 人多 难打卡 难欣赏 好似大澳水香花灯节 很漂亮 但是未到中秋 太多人去 多到呢 他已经决定了 中秋节和中秋节 每天就不亮灯 保障当地居民的感受 不要忍了 弄了一些花灯 不亮灯 怎么好看呢? 所以有些行业或景点 最好选择非旺季的时候 就会舒服点 但是配对公司 讲到配对公司 就一定要选择旺季 一定要选择旺季 因为选择很多 这个就不用担心的 我们会安排也很好 例如你上来咨询的时间 我们会安排也很好 不会让你见到 你不想见到的人 一队人走出来 一起咨询我们就不会 到你约会的时间 无论在会面室 又或外面餐厅 我们都会安排的 例如在餐厅见面 香港这么多餐厅 每一队人 我们只会安排一间餐厅 就是一间餐厅里面 只有一队人约会 其他人就不是约会的 到时你们要去约会的时间 你不会遇到 不想见到的人 安排得好些 香港这么多餐厅 要安排就不是很难的 你可能很想问 配对公司的旺季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最多会员 现在就是旺季的开始 就是中秋开始 一直到明年的白色情人节 都是我们配对公司的旺季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这个时间会是旺季 有几个原因 中秋节是人月亮团圆的日子 孤家各人一个很惨 没有什么想一个人度过中秋 中秋之后天气就有一次凉了 一粮就像一种妻孙 孤独的监双 很容易就要找回对象 摁着 冬等是要找人摁着的 聖诞和新年一样 普天同兴的 你说没有人跟你一起兴 你自己一个兴所以挺惨的 尤其是新年 新年新愿望 如果你新年新愿望 你拖单的话 再元起行了 立刻要找回对象 在新的一年里面 农力新年是最可怕的 有些亲戚才完再一次 只是在農曆新年才能见到 他未必 他一定是必都会问你 我很喜欢问这些问题 我以前经常被人问 尤其是你弟妹 或者表弟表妹之旅 已经结婚了 那你更大副 连年都是这样 你弟弟结婚了,我两个女儿了 我怎么回答你,我对象都没有 那就要心想找伴侣 不找不碰 情人节 在街上,个个都双双对对 有人卖花,痴男远女 痴连一疙,你说你几惡 真是要低起身高,找回对象 所以 由现在开始 到明年的白色情人节 都是配对公司的旺季 通常这段时间会多些会员 多些选择 想找情人伴侣是时候了 找个时间上来谈谈 白色时间,座言起行 有一张幸福叫主动 我是幸会的 首席配奏 叫文詹姆耀邦 如果你们看开我们的影片 麻烦给个like我们的影片 按一下小铃 订阅我们的频道 有片是第一次人通知 今次讲到这里 希望未来再跟大家讲些有趣的话 谢谢大家